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我们刚才看这个图 就是关于BioStar Pharmaceutical 那么这家公司基本面到底出现了什么转变 就是公司在去年蒙受了一个很大的损失 老总呢王总呢从100万的投资 变成3亿的身价最高的时候 那么最近一年曾经出现过一年的巨亏 巨亏是由于大环节的影响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短片 来让王总亲自说一下 它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那么现在为什么是一个机遇 好吗谢谢 嗨各位美洲华尔街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坐在我旁边的是 陕西澳新制药的公司的CEO王总 王总你好 你好 好的那陕西澳新制药的股票代号呢 是BSPM 那首先王总我想 想让您通过这个机会呢 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咱们澳新制药过去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然后发展的路程 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厂到现在 规模已经出具规模 而且已经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了 那么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您什么时候成立这个厂的 然后什么时候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的 好这个公司成立了1995年的5月 在1997年的5月份 由于这个公司经营不下去以后 我们花了100万人民币 就从这个公司里边收购过来 是 直到当时我们也没有太多的钱 最后到1997年12月18号 就把这100万付清以后 就拿了一个营业执照 这个营业执照和生产许可证 生产合格证 然后我们就周厂开始在 也想是一个五层楼上 大概能周一个 1000平方米的一个地方 就开始生产 1998年 我们由于也没有太多经验 只有销售收入 只有27000多块钱 到2000年的时候 我们从98年开始 就是重点在我们的产品里边 选了一个治疗乙肝的一个产品 当时叫的是凹性胶囊 所以到2000年的时候 我们的收入就躲破1000万人民币 在1999年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注资了500万 把注资资本升到 就是把这个企业的名称 改为陕西澳星之药有限公司 到2003年的时候 我们又注资了3000万 当时挣了大概19亩地 建了一座办公楼 有一个简陋 很简陋的一个生产车间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当时成立的时候 就是引进国外这个GMP认证 所以我们又在 咸阳市这个实际大舵旁 争了大概有100多亩地 重新建创 从03年开始 一直到05年 通过两年多的努力 就是终于建成一个复活国际标准的 一个GMP生产车间 到2005年底12月25号 我们正式通过了国家 派的专家走来进行一个认证 2006年底原月份 发了一个营业执照 到我们认证结束第一年的时候 我们销售收入已经达到 接近5000万 这个企业盈利大约就是980万利 2007年开始 我们开始就做这个准备上市 在纳斯达克这一块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在2008年底11月14号吧 在这个纳斯达克这个 就是在OTCBB的这个市场上 已经挂牌 到2008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的收入已经过亿了 对这的利润呢 因为我们有这个治疗乙干的 这个产品的利润很高 当时这个企业的利润已经达到20%左右 最高峰的在2001年的时候 我们销售收入已经躲破5亿 但是2012年的时候 由于我们这个中间的一些闪失 就是遇见这个中国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胶囊事件 所以就所谓的这个都胶囊 所以使我们2012年的这个销售收入 直线下滑 造成我们企业的首次亏损 是的 那就是您刚才已经把我的 第二个问题 想要问的问题 就提前跟大家说了 就是我一直看我们公司的报表 自上司以来 就是去年是一个出现了一个亏损 是由于一个不可控的一个事件 那么现在这个事件过了以后 是不是已经缓过来 公司已经好像从最新的几个季报来看 都已经开始转亏为盈了 是吧 因为这个事件逐渐淡化 和很多企业开始控制它的生产的质量 以及和消费者进行一个重新的 一个公关的工作 我相信大家已经 这个咱们这个厂已经 企业已经开始逐渐走向正轨了 是不是这样 这个亏损的 我先讲一讲这个亏损的这个原因吧 是是 2012年的4月15号 这个中国这个斗胶囊事件爆发以后 就在特别在江泽一带 国家药监局先后派的很多工作组 就是在各厂家开始就是巡查吧 巡查以后就是把所有的生产的胶囊 按照这个生产的匹次和卖出的这个记录 当然当时追查到我们企业呢 就是国家药监局发了一个通知 企业进行自检 我们自检出来以后 我们在2011年的8月份 由于这个新任的这个财务部部长 这个工作上的马虎 就是也是我们进了一批 这个斗胶囊大概有几百万吧 但是这这一批呢 就是我们自检出来以后啊 我们就开始就在市场上就输 由于国家统一有一个规定 从4月15号 24月23号开始 就所有胶囊剂产品 没有进行过这个TP减低 就是要禁止销售啊 禁止生产 所以我们从4月的中旬开始 一直到8月的中旬 大概有5个月的时间 没有没有销售 因为我们这个厂里边 呃大部分都是胶囊剂产品 特别在5个药品里边 3个药品是胶囊剂 呃而且是我们的主要输入来源 就是治疗乙干的这个 呃血友型胶囊 它涉及到这个批词 呃就是这个 涉入了这个事件之中 所以我们呃有5个月 没有销售 这是第一个原因 嗯 由于这个独胶囊事件以后啊 呃最大的我们的损失 就是对我们的市场网络 和我们新建立的呃 这个新龙和呃 就是这个网点进行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摧毁 嗯 这个摧毁表现在就是我们新龙和的网点 大概就5个月不供货 所有的网点都都进行了一个瘫痪了 嗯 各办事处由于这个要塑胶囊 而且要麻烦他们的下属 就是各呃 医药公司就是按照产品召回制度 这个医药公司要把他发的产品要发到下级 他的下级单位 就是二二级三级单位 就是轴层的要把发出去的货 卖完这些 已经卖了就不说 凡是库存里面有记录的 要轴机上上报 这就是全国这个范围内 这个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嗯 那么业务员这个各方面的费用 由于没有销售收入 他们的提成啊 工资啊 各方面公司都得给他们要要保证 所以这一块就是 猜率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广告费这一块 我们思想跟人家定的合同 广告还得打 否则的话 这个消费者就知道 这个既没有货卖又没有广告的投入 所以他们会造成很大的一些猜测 嗯 所以这样的话 使我们的费用啊 可能有大幅度的增长 嗯 另外一个直接原因就是 由于给市场上 你发的有问题的这些产品 又要人家把这个给回收 他们也要豪费 所以我们这给市场的赔款 也是相当于大的数字 就处理这件事情 我市场全国的24个办事处的这个赔偿费用 大概每一家看起一二百万 但是20多个办事处的话就是五千万 所以我们去年的这个独家狼事件造成我们直接去年亏损大概就是一个亿人民币 那就是咱们在这个事件过了以后啊 公司现在的运营状况是怎么样 逐渐走上正轨了 通过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销售大概相对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就相对于前年吧 嗯 所以这个从九月份开始我们不断加大广告投入 到后来这个销售收入呢 仍然就是在市场恢复购买的这个购买力的这个 恢复的程度 仅仅能达到一半左右 嗯 所以经过今年的前三个季度的努力 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基本上 嗯 到三季度末的话 嗯 呃我们基本上是扭亏啊 扭亏 嗯 摞有一点点盈利 嗯 所以通过四季度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卖药的一个过程 嗯 我们就是现在很坦然的说句话 今年的基本上是会为扭亏为盈的 嗯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奥新之药 他现在通过网总的介绍 大家对这个公司更有了解 那么我个人觉得他的基本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而且他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板块 非常能赚钱的一个板块 而且是呃 具有非常大的一个转机的机会 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的股价最近来到一个非常attractive 一个点位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目做的非常的 这个恰到好处 恰到时机 所以大家周一的时候 今天这个周末花时间多研究这个股票代号是BSPM B是Boy SM Peter是Peter AmsMary OK 然后周一的时候可以多多开始关注这个股票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了 谢谢